現在是早上的八點鐘 今天早上本來有一個 成間拍攝的活動 但是由於天后不佳 我們取消了 但是我妝都化了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我們第一集的這個 對抗飢餓感的影片 反應如此的不錯的話 我就來做第二集 那第二集呢 我想要講一些比較基本的 我在減脂期間 對抗飢餓感的一些小技巧 第一 多喝水 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感覺到飢餓的時候 其實只是身體的一個缺水反應 所以在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會先喝一些水 甚至我會在餐前的時候 先喝一些水 然後再決定等一下要吃什麼 再來呢 我會盡量選擇吃完整的食物 而非食品 何謂完整的食物呢 就是沒有經過加工 比如說豬肉 就是豬肉 盡量不要去吃什麼香腸啊 火腿 熱狗等等 那牛肉的話 就吃牛肉 不要吃牛肉乾 因為這些食品 在加工過程中 或多或少會加入一些 對人體沒有幫助的添加物 然後這些加工過的食品 通常它的升糖指數也會比較高 會盡量選擇一些 升糖指數比較低的食物 也就是所謂的DGI的食物 DGI的食物呢 可以讓你在吃進去的時候 血糖穩定的上升 不至於血糖直上直下 然後很快的你又會再度感到飢餓 再來呢 吃體積大熱量低的食物 在減脂期間我會購買大量的蔬菜 還有生菜沙拉 然後騙我自己的胃說 我現在吃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超脹超飽 但其實它的熱量不高 而且蔬菜的營養素對我們非常好 再來呢 放慢速度 我會刻意的去增加我咀嚼的次數 增加咀嚼的話 可以讓食物在磨的比較細碎的狀況下 才進入你的腸胃 那這個時候對我們的消化吸收是比較好的 而且你增加咀嚼的話 也可以延長你的進食時間 讓我們的大腦有時間去反映說 我們現在已經吃東西了 我們已經有飽足感了 不至於吃的太多 睡眠充足 睡眠充足可以讓你的精神好 氣色好 思路清晰以外 睡眠如果不足的狀況下的話 我們身體的代謝機能 會預期你即將消耗更多額外的能量 然後讓你想要吃進更多的食物 但是我們通常延長我們醒著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做一些低耗能的活動 那這個時候 你多吃進去的熱量就沒有被消耗 那就會轉換成什麼 脂肪 在睡眠不足的狀況下 我們體內的賀爾蒙會發生一些變化 抑制飢餓的賀爾蒙 也就是所謂的瘦素 會減少分泌 那另外一個賀爾蒙 是會促進你食慾的賀爾蒙會升高 也就是說當你睡眠不足的狀況下 體內賀爾蒙的變化 會讓你想要吃更多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過睡眠不足 然後隔天又很早起來 然後當天會非常飢餓的這種經驗 也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統整一下剛剛說的 多喝水 盡量少吃精緻的食物 選擇完整的食物 選擇低升糖指數的東西 選擇體積大熱量低的食物 再來增加你的咀嚼以及睡眠 一定要重組 以上呢 是我在減脂期間 對抗飢餓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對你有用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記得留一個like 然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知道什麼主題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 Bye Chipahahah 好的 我們請人們 我們請在這裏 我們請在這裏 我們請然後幫她 我們請進行 我的忠誠 我們請在這裏